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前輪Freesome S21的使用心得 前陣子大家都知道 我去更新前叉的時候 有順便把前輪拿去做更換 然後當我換上這條S21之後 我就去既提了一趟環島旅程 現在這條輪胎在我手上已經使用超過一千公里了 先說一下我當時剛換上去的感覺 其實一開始換上這條胎的時候 我還蠻不習慣的 我自己是S20 EVO的使用者 這條S21 它是S20 EVO的後繼台 然後官方是說 在它的配方啊還有胎型啊 跟耐用度都有做提升跟強化 一開始我對這條胎的期待就是 它可能跟S20 EVO差不多 可能就是耐用度強化的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比S20 EVO好一點 結果出乎我意料是這條S21 它的表現跟S20 EVO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那這條胎它使用起來它的攻擊性其實是非常強的 怎麼說呢?其實像是我在這趟環島的時候 我有去跑了蘇花、南迴、北宜這些山路 那我在進彎的時候 那時候我車上還有帶了一些行李 然後加上我的前臂震盪的時候其實有點太軟 所以對前輪的負擔其實是蠻大的 但是這條前輪都可以安穩的吃下來 每一個彎 然後它會超出你的期待 比如說我進這個彎 我的預設值就是用S20 EVO的騎法 我帶這個角度可能就是我壓5度 它就給我5度 但是當你今天裝上S21 可能你只要它5度 它就給你6度、7度的那種傾角 它會給你多一點點的傾角 但是它又抓得住 這種感覺其實 在於對於一些比賽車 有騎過比賽車的車友來講 這種感覺應該是很熟悉的 但是對於像我這種 以通勤為主的騎士來講 這樣的表現好像就是有點 太過戰鬥化 就有一點點Over的感覺 可是當你今天騎熟了之後呢 你就會很享受這樣的回饋 跟這樣的操控性 雖然說在平日 它這種戰鬥性是不需要 就是你用不到這種這麼強的戰鬥性 但是當你今天假日放鬆 出去小跑的時候 這種特性會讓你愛不自首 如果你習慣之後 再來就是它在濕地的表現 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差 一般用這種胎啊 大家都會擔心就是 它濕地到底抓得住嗎 然後 那就是會不會騎車騎騎 所以萬一遇到午後雷震雨啊 或是施工路面 它的抓地就是整個沒了 或是性格大變 就是它從一條很好的台 變成一條抓不住的台 其實在我這次的環島裡面 我有一段有遇到下雨 然後甚至有壓過積水 這條台它其實都可以很安穩的撐住 就是不會說滑掉 或是你在操作的時候 會有什麼不可預期的反應出現 當然這也許跟我 只要地板一濕 我騎車就很撈的 騎乘方式也有關啦 因為只要地板濕 我就不敢騎快 我很怕下雨天 我不像有些車友 可能就是地板濕啊 雨天還是照樣繼續沙沙沙 因為我對於濕地沒有什麼 太好的回憶 對 所以濕地的表現 其實不要太誇張 對我來講都是夠用 因為我在雨天不會去push我車子的極限 除非是緊急狀況 那以我用過的這麼多條胎 其實也不算多啦 因為 貝奈利的惡魔胎我還沒用過 以我用過這幾條胎來說 雨天你要騎的話 我是推薦米奇的Pilot Street 那它在雨天的表現真的非常不錯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想要兼顧一點經濟性的話 原掌的前輪其實也夠用了 就是馬騎斯了 因為它的運動性表現其實已經算是及格 然後你通勤騎啊 不要就是隨便亂陪 其實那種胎也是都抓得住的 那最後我給這條胎是怎樣的心得呢 如果你是一個經常去跑山 然後很熱血的騎士 那這條S21 其實我蠻推薦你去裝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 喜歡通勤啊 放下去帶帶步 像我現在就是到處亂跑 然後跑山跟跑賽道的機率很低的話 那這條胎我覺得就是有點太over了 我還會再繼續使用它 然後觀察一下 如果它的耐用度 真的比S21還要強 然後又可以保有這種運動性的話 那我下次當然是繼續考慮裝它 因為除了運動性太強之外 其他都是符合我的期待的 那差不多的錢 我可以買到更好的運動性 何樂而不為呢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對S21這條輪胎的心得分享 給大家參考參考 好 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